哈喽大家好 呃 有股友呢 又问我这个Solawax 一些基本面的东西 呀 像老实讲如果是看基本面的话 我 我本身是 不会买入这支股的 嗯 如果 来看一下 他有一些基本面的数字 首先呢 来看一下他的Cash Flow Cash Flow肯定是有问题的哈 耶 看下他的Income Statement 每个Quarter的 也很清楚的看到 他的这个 Quarterly的这个盈利呢是在 下跌走 以前是赚 45个M的 现在只是赚一两个M不了 呃 盈利也是 盈利 成长的利益也是 不是很好 PE呢 PE更加不行 你可以看到他多数都是 15 30 40 50 这个肯定不行的哈 这种 又Cash Flow又不是很好 盈利成长也不是很好 P又高 超过三四十五十 我觉得我是不会买这支股的 OK 呃 如果来看一下这个技术分析 他已经在深跌反弹上去啊 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占上这个 呃 K线的最高价 呀也是这一个 呀 呃 要追的话呢 我很肯定呢 他肯定会有第二只脚的 呀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第二只脚肯定是未有的啊 呃 但是我这只股呢 我是不会买 呃 比较难操作吧 呀 最多是玩个反弹罢了 这个技术分析来讲 反弹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买再 形成一个HIGHER LOW OK OK 这个是我channel member 问的其中一个股 如果你也想向我问股的话呢 你可以参加我的这个join member 啊 每个星期五星期六呢 我就会开放 让股有问股呢 然后我就会 啊 去帮他分析 要像这个这样 SolarVex 嗯 呃 ok 如果你要是问的话呢 就参加我join member 啊 大概是每个月十块钱 谢谢大家